近期指数也算是站稳在20天线流上 但见到继续的主题是资金轮动 近日航运股开始跌得比较急 例如银行股、汽车股又普遍做得比较好 其实你觉得近日的板块 如果市场真的不会跌得太厉害 或者做得比较好 有什么股份你觉得近日可以留意一下? 如果你说内银股方面 我相信表现也是倾向向好的 但如果期望有一个很大的升幅 可能未必会给大家 因为以往内银股 都是倾向跟随着恒指的表现走动 现阶段去看的时候恒指继续向好的机会 相对上就会比较高 变成买入内银股 相对上来说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但我相信这个潜在升幅来说 可能有机会 今个月大概是5-8% 未必会为市场带来很大的惊喜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买内银股 都是倾向而是收息为主 主流来说大家可能都是建行、公行、中行这些类型 所以如果倾向买入这些的时候 5-8%潜在升幅 这是比较合理的预期 但如果希望上升动力比较强一些 可以考虑招航 相对上来说如果恒指的表现 倾向上比较看好一些 例如今个月来说 看好有机会 是挑战25,800 甚至26,000点的水平 变成了对于招航来说 都有机会 可以有8-10%的潜在升幅 相对上来说 内银都可以考虑 未经许有7,000点的 пожbolt 未经许有섯grad 未经许有15,000点分